参观故宫的时候,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故宫这座历经六百多年风雨的古老宫殿 固然是以雄伟壮观的风采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但它似乎少了一个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厕所 这并不是人们误解了故宫的历史 也不是因为后人把故宫的厕所给拆除了 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 古代的这座雄伟宫殿确实没有厕所 那么皇帝后妃还有数量庞大的太监宫女等等 他们是怎么方便的呢 其实故宫是现在的教法 大家都知道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 古代称为紫禁城,它位于北京中轴县的中心 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有大小宫殿70多座 相传故宫一共有9999间半的房屋 但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勘测统计 一共有房间是8707间 这个数字也是够庞大的了 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房间 里面住着将近一万人 人都有三级啊 那么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奇怪 怎么故宫就不见厕所呢 没厕所这座超级宫殿又是怎么运转的呢 其实呢故宫没有厕所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当中找到一些答案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 这座宫殿从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厕所 因为古代的排水系统呢比不上现在 故宫虽然建造了排水系统了 但是毕竟这么多人住在里面 故宫里面人多的时候超过9000人 如果都在故宫里面解决如厕问题 就算排水系统再发达也会有异味的 这样一来呢皇帝就只能生活在臭味当中了 那么皇家威夷何在呢是不是 所以故宫当时建造的时候 虽然有先进的地下排水系统了 但是是作为排水设施来使用的 而不是用作这个排屋的 还有除了卫生方面的考虑呢 就是有一个另一方面的考虑就是安全 据说在汉朝以前呢 古代皇宫里面是有专门的厕所的 俗称粪坑 有个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应该都大致知道 一般就是下面挖个坑 人在上面蹲着上厕所 只是皇家的粪坑呢 修建的更豪华一些 但是基本结构差不太多 这种厕所其实是有危险的 这不是威严耸听哈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呢 有个国君静景宫就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 赶紧跑去上厕所 结果一不小心一脚太空掉进了粪坑里 最后被粪水给淹死了 他也成了历史上一个死得比较悲催的君主 所以呢皇家上厕所的安全问题 也不是一个小问题 应该是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呢 紫禁城里就没有设计和建造厕所 那么宫殿里面上万人怎么方便呢 答案是马桶 当然我们今天的马桶都连接着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 而当时的马桶则是完全依赖人力进行清洁 据说在汉朝以后呢 皇宫里就开始逐渐出现马桶了 来到清朝时期皇帝和后妃使用的马桶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官房 它实际上是一种行动厕所 平时也不是摆放在各自的宫殿里 而是由专门的太监保管着 摆放在专门的地方 皇帝和后妃要用的时候才赶紧取出来 还有种情况就是皇帝和后妃们外出的时候 官房也要跟着走 太监们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需要随时携带跟随 这种官房的材质和外形也很讲究 有的是长方形的木头架子做的 上面有一圈椭圆形的口 还铺上各种材质的软垫子 有的甚至用丝绸给它包裹起来 人坐上去肯定是比较舒服的 下方的便盆可以像抽屉一样 这么抽拉 方便清理 有的这个坐便器上还有靠背 就比较像现在老人常用的便椅 只是不管是材质还是造型都更奢华 当然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皇帝和后妃们使用的 一般的太监宫女们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他们使用的简陋多了 有的就是一个盆 直接叫便盆 慈禧太后老佛爷是一个很讲究的人 也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位 所以呢 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了解到她当时是如何解决内疾问题的 比如每次慈禧需要传官房的时候呢 身边的宫女听到这个信号就开始飞速运转了 首先当然是准备工作 近身的宫女们各司其职 有的传官房太监 有的去拿铺纸 有的去拿手指等等 然后呢是送官房 负责官房的太监会用绣着龙的黄布套 把这个高级的流动厕所给她包好 然后顶在头上送到慈禧太后的寝宫 再由宫女们捧进禁房里 禁房的地上呢 也要先铺好一层油布 这个官房呢 要放在这个油布上面 真是看的人眼花缭乱 太讲究了 慈禧的官房呢 是做成壁虎形状的 就是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的样子 材质呢 用的是上好的檀香木 壁虎的四条腿 就是这个厕所的四只脚了 肚子呢 就是放便盆的地方 尾巴就是一个把手 她的嘴巴还张着 里面呢 放着手指 这些其实还不是最奢华的 为了防止有异味呢 便盆里面还会撒上这个香木屑 或者这个松香的粉末来除臭 用完之后就马上要撤走 还是由宫女捧出去 交给太监 太监拿到固定的地方去清理 再擦洗干净 撒上新的香料 放在保管室 等着慈禧老佛爷下次传唤的时候使用 这一圈下来 慈禧上个洗手间也的确够麻烦的 够奢华的 其他后妃们没有慈禧这么奢侈 但是也差不太多 都有宫女伺候 马桶上会镶嵌金银美玉等等装饰品 便盆里也会撒上草木灰 排泄物会直接被掩埋 比较干净 最后也是由太监把马桶抬走 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理 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太监和宫女们上厕所呢 各个公院里面都有专门的禁房 就是在里面上厕所 里面有宫筒啊 便盆啊 灰槽啊 等等一些用具 他们使用过后呢 要自行清理 擦洗干净 让后来者可以继续使用 这一套程序走下来 看起来还是比较卫生的 不过这么多排泄物 最后怎么处理呢 特别是紫禁城人口众多 上上下下用的全部都是便盆 处理起来也是个大问题啊 在看一些清工具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比如某个妃子犯错了 就会被罚去洗刷那个宫筒 或者一些地位低贱的宫女太监们 就负责搞这个 其实呢 也的确就是这样 紫禁城里面 有人数不少的太监宫女 就负责这个 他们有的负责清洗马桶 以备下次使用 有的呢 负责每天把排泄物装上车 并在一定的时间运送出皇宫 然后一批新的空车会又放进来 放在这个指定的地方 继续周而复始的运转 还有运出皇宫以后呢 这些大小便还可以作为肥料继续使用 明清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呢 奋夫职业还十分火热 因为很多农作物都需要农家肥 其实呢 这整个流程看下来会觉得 在当时的条件下 这样的方式处理 已经是比较卫生干净的处理了 而且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还比较环保 那么大家认为呢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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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